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火智频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IB开户的第二站 上一集就交了一些资料 交了一些私人资料 地址证明和新闻证 经过它的系统 大概等了一两天 它就要我补交不知什么文件 都补完 收到email 系统也算安全 原因是因为 每一次登入它都会通知你的 而且你做每一个动作 都要做一个手机认证 都算可以 很多都有这个系统 有就安心点 就说这么多了 立即到第二集 第二集你过了几天之后 到时真的搞定了 它就传这个email给你的 email大概是这样 个人资料已经剷掉了 大家可以看看内容差不多了 这个email说什么呢 它说你不成功 我看到不成功都心怯怯 为什么不成功呢 但原来已经成功了 不过只欠这个 想去他的公司回面 你要约时间 就是这样 收到这个email之后 这个位置被你按 一按之后 一按之后 就是这个 你需要完成一份额外的同意书 你需要点点点点点点点 不知道是什么 总之亲身见面签计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证监会规定的 第二个步骤 去到这个登入网站 有很多文件 你上一集都说了 有兴趣的话 看上一集 上一集 这个位置 就是状态 这个位置可以改变 或者填入 填什么呢 你可以填这个 你想要约的时间 首先你要按选项1 选项2和3 我个人认为就麻烦点 又要找专业人士 其实这个过程是什么呢 就是说 想验证子女是不是你 你可以找第三方 来证明 那个身份证 那个人是不是你的 这个呢 就麻烦点 或者你直接 去到我的家 我不知道什么 就是你先选项1 选项1 选项1 就代表你可以亲身到那个位置 确认 按完之后 选项时间 地点 金钟 有两个地方 金钟和观塘 选项1 选项地址 时间 日期 最后 搞定了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 预约到成功的邮件 在email里查 到时呢 我再和大家分享了第三集 看看上面的环境是否可以 有没有茶喝 有没有咖啡喝 还是很浮沫 我也不知道 那这集就这么多了 有用呢 觉得订阅 like和share 第二集就完了